各位有个问题 你是什么机会去说相声的 是不是因为周围的人 觉得你很幽默 很会讲 然后就让你去 没有 我是这样 我之前学舞蹈 学完舞蹈之后 考舞蹈 就是很坎坷 考完舞蹈之后 发现那一届舞蹈生只有五个 然后你开不了舞蹈班 然后我就报考的那个 影视表演 之后我要去北京 要考什么北京中戏 家里没有钱 然后我觉得我身高也不够 我就觉得这个钱可能 可能会打水平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同学 他就在德云社 他说那个德云社招生 你要不要来 我说好 我去看一看 为了能有一个一技之长 我去学的 但你还是爱表演吧 我是喜欢表演的 我也喜欢相声 我是后来爱上相声的 花了多久爱上的相声 大概六年左右 我在舞台上有了成就感 因为我能把观众逗乐了 观众因为看我的相声 他笑了 然后而且开怀大笑 我就觉得这个快乐是我带来的 你创作一个小的包袱 然后在舞台上 观众很喜欢我 这是一个 自我满足感 我才找到 原来相声的相声演员的快乐 是这样的 从这儿开始喜欢 那你现在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相声 是啊 我最喜欢就是相声现在 因为爱才能往里钻嘛 是 哇 我这句话又哲理 要不然千百次 早就放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